欢迎收听科幻未来有声小说 吞噬星空 作者 我吃西红柿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37集 高峰 你可别张口胡说呀 虎牙队长冷的笑道 我们虎牙小队根本没有做过这些事 别往我们虎牙小队身上推 这种见不得光的事情 怎么都不能承认 一旦承认 他虎牙小队可就是真的有大麻烦了 我兄弟的手臂 就是你们的狙击枪打断的 高峰脸色阴沉 我说没有就没有 有证据 你尽管上告给安全局 让安全局判决 别在这唧唧歪歪的 兄弟们 我们走 虎牙队长干脆的狠 根本不和火锤小队多说什么 高峰 陈谷等人脸色都很难看 罗峰也是气得只咬牙 可是罗峰很清楚 自己一群人没有任何证据 其实 荒野区内污者小队之间 因为一些仇怨或者珍贵宝物 彼此自相残杀事情有不少 而且大多数 也根本拿不出证据 既然拿不出证据 那么 极限污管 也没法帮忙出头 哼 我们走 高峰冷视火牙小队一群人离去 低河道 火锤小队一群人 只能憋着一肚子火 离开了 补给基地 A9号别墅 暂时成为火锤小队的休息场所 队长 现在别生气 罗峰开口 现在就让那火牙小队 先得意一会儿 等以后他们进入荒野区域 再解决他们也不迟 罗峰这一句话 让之前还一肚子火的火锤小队队员们 都露出笑容 陈古一派罗峰肩膀 对呀 我们队伍还有罗峰你呢 要灭他们也不难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高峰咧嘴一笑 更何况 我们也不需要等多久 有罗峰在 他们虎牙小队死定了 顿时 火锤小队队员们 脸上都露出微笑 之前气愤的张科 也难得舒了一口气 精神念师都有一个 实力快速提升期 罗峰现在的实力 已经很可怕了 而且还会快速提升 可以说 虎牙小队 没有一丝升级 不提虎牙小队了 我们先处理一下 这次我们猎杀得到的 怪兽材料 高峰开口 道 这次我们虽然出去 时间不长 不过猎杀到 受降级怪兽四头 分别是 一头嗜血坦克 一头双尾虎猫 一头虎牙犬 以及一头猎杀者 罗峰他们一群人 在归来途中 也遇到一头 初级受降级的 虎牙犬怪兽 以罗峰高峰二人载 轻易杀死 不过这补给基地 就这么大 我们如果拿出 猎杀者材料卖掉 很容易被人发现 到时候 会引出当初重伤 隐悦凶狼的 舞者小队 高峰谨慎道 陈谷点头赞同 对 这猎杀者身体材料 还是要等到 回基地时再买 其他怪兽材料 就在这买掉 对于舞者小队而言 兽兵级怪兽 的确不怎么值钱 值钱的 还是 兽将级怪兽 当然可怕的 领主级怪兽 每一头都是天价 大家吃饭休息一下 回头就去卖掉 高峰微笑道 饭后 火锤小队六个人 一起找到 HR联盟这边负责人 直接将他们 猎杀得到的 怪兽材料 卖给了对方 除了音乐凶狼材料之外 其他的都卖光了 A9别墅内 火锤小队一群人 正围在电脑前分钱 罗锋采集的 普通兽兵级怪兽 比较多 GGFG不等 每一头兽兵级怪兽 材料平均下来 每头六千块多点 也就是说 这些普通兽兵级怪兽 罗锋分得十二万多点 队长在那分配金钱 为铁采集的 普通兽兵级怪兽材料 一共有十二种 都是F级 平均价格为八千左右 总价约模十万块 火锤小队六个人 迅速将普通兽兵级材料 金钱分掉 好了 下面就是 兽将级怪兽分配了 这头双维虎毛怪兽 全身材料 价格一共卖了 一千二百万 高峰看向众人 猎杀过程中 我出了主力 如果不出意外 这头双维虎毛金钱 我应该取六成 不过 猎杀过程中 首先是遭到兽群攻击 是罗锋将所有人救出去 罗锋作用很大 而张科重伤 他是阴公残疾 所以 这头兽将级怪兽 张科取六成 我一成 罗锋一成半 魏铁兄弟和陈谷 都取半成 大家没意义吧 高峰道 没意义 罗锋也点头 无者小队规矩 如果某一战 谁因为这一战残疾 那么 这一战收获六成 归这个人 其实也算是补贴性质的 所以 这一千二百万中 七百二十万归张科 罗锋一百八十万 我一百二十万 陈谷你们三个 每人六十万 高峰输入数据之后 那一头归来途中杀的 火豪拳怪兽 卖了一千万 这一战 大家都处理不少 我和罗锋各战三成 陈谷 魏铁魏清 以及张科 各取一成 没意义吧 众人点头 张科其实最后一战 没处理 可是 大家也算补贴他 张科自己也没说什么 武者小队 还是很讲人情味的 我和罗锋 各三百万 其他人每人一百万 高峰微微一笑 最后一头 士学坦克 卖得最高 达到一千六百万 陈谷贡献最大 一枪击杀 占六成 其他人贡献相当 罗锋魏铁魏清张科 每人一成 我就算了 如果说战队中 谁最有钱 自然是高峰了 平常猎杀兽将级怪兽 高峰几乎是主力 所以这么多年来 高峰赚的金钱 是其他人的数倍 乃至于十倍 所以 一般没出多少力气的时候 高峰都很谦绕 也就是说 陈谷分得 九百六十万 张科罗锋 魏清魏铁 都是一百六十万 总的算起来 陈谷为一千一百二十六万 罗锋为六百五十二万 我是四百二十万 张科九百九十一万 魏铁三百三十万 魏清三百三十二万 高峰爆出最后的分配数额 笑了起来 当然了 我们还有一个天价的宝物 银月凶狼身体材料 那绝对可以卖出一个天价 不过这头银月凶狼 是罗锋负责追踪 杀死 解剖带回 全部都是他一个人的力气 高峰一笑 道 所以 这猎杀者 罗锋可以取得最高额度 八成 剩下两成 我们五个人平分 这是五者小队的规矩 就算是一个人做了所有事 也是要给大家喝口汤的 平常杀兽将级怪兽 功劳最大的人 一般最多分六成 像罗锋这种 完全由他一个人做 可以分到最高的八成 罗锋 你这一次赚的 恐怕超过我十年赚的了 今晚你可一定要请客 旁边陈鼓忍不住喊道 对 一定得请客 宰这个富豪一顿 魏铁魏清也连忙道 要知道 就算是在虎牙小队的张泽虎 近两年功夫才赚了一个亿 而这近两年是张泽虎势力最强两年 过去赚钱速度更慢 也就是说 这么多年来 张泽虎赚钱大概就是三四个亿而已 而罗锋这仅仅一次就发了 不过猎杀者 不是什么人都有势力宰杀的 罗锋有这个势力 自然能赚到 五者的圈子 越是势力强的 一般拥有财富 也越加惊人 一定请客 我怎么敢不请客 就在HR联盟商城请客 罗锋笑道 我先分钱 打到你们每个人账户上 高峰笑着说道 在所有人面前 将之前所得的金钱 通过火锤小队的公用账户 一个个进行转账 转到每个人账户 公用账户的账号密码 队内每个人都知道 一般赚到金钱之后 会立即就分钱 当天下午 罗锋他们一群人 就乘坐列车 回到基地市 列车马上就要进站了 请出站的旅客 携带好随身物品 车厢内回荡着 列车员录制的声音 随着哗的一声 车厢门打开 走 高峰 罗锋 张科 陈谷 魏家兄弟 都接连走出来 好多人呢 罗锋一出列车 一眼就看到火车站周围 大量出来的旅客 而透过火车站大楼玻璃 更是能看见里面 大量密密麻麻后车人 要知道 基地市主市区人口超过一个亿 可以想象 这里火车站是何等喧哗热闹 这就叫人气 沸腾的人气 兄弟们 感谢手中的武器吧 我们又一次活着回到基地市了 高峰感慨 回来了 回到人类城市了 罗锋自己心中也同样震撼 虽然这一次在荒野区也就七八天时间 可是 荒野区处处荒芜破败 荒野区那些城市 早就不成样子了 大量怪兽盘踞 罗锋他们每前进一步都要小心翼翼 唯恐被兽群包围了 只有基地市 这里才是人类安全生活地带 这里是文明存在的地方 基地市 人类社会最后的根据地 罗锋心中生起一丝名物 就算是为了这人类社会的基地 拥有更强力量的武者们 的确应该挺身站出来 像我能够轻易猎杀普通兽兵级怪兽 乃至于初级兽将级都能轻易杀死 可是对于普通人而言 就算有一千个人 配备好武器 面对兽将级怪兽 也都是危险万分 国家为什么给武者特权呢 整个世界 为什么鼓励武者们 去猎杀怪兽 因为猎杀怪兽越多 就是让人类基地市的安全 更多一分 喂 老婆 估计今天深夜 我就能到家了 张科打着电话 一脸笑容 对 这次我待在家里的时间 会非常长 一定会让老婆大人 你满意的 根本没法想象 一个断臂的人 这时候笑容 会这么自然真诚 在外面生死搏杀的武者 而家庭 就是他们内心深处的牵挂 罗峰也是拨通家里电话 小峰啊 听着熟悉声音 罗峰不由的眼睛 微微一酸 喊道 妈 我今天估计深夜就能到家 你们不需要等我吃晚饭 今天深夜 母亲显得很惊喜 好 好 你爸在外面陪你弟弟 我喊他们接电话 不用了 今天夜里就能回去了 罗峰感到心底暖暖的 这就是家 他罗峰守护的地方 罗峰 走 去坐AXA联盟的武者专车 高峰喊道 其他几个人都已经开始出发了 来了 罗峰挂了电话 立刻跟众人一起沿着武者特别通道 而通道尽头就是一个小型场地 里面有极限武馆 雷电武馆 以及地下联盟商城 还有地下联盟各个家族的一些专用车 都在这里时刻等待接他们的武者 见罗峰一群人出来 所有专车的司机都打起精神 走 去AXA联盟商城 高峰等人直接进入AXA联盟商城转车 好嘞 启动车 上档 一脚油门 这辆大型舒适的越野车立刻前进了 车内 罗峰啊 马上就要到AXA联盟商城了 陈谷黑黑一笑 看着罗峰 上次你泡的那个叫徐欣的妹妹 这次说不定就在啊 罗峰 这从荒野区回来 你可得和人家好好联络一下感情啊 深入交流一下嘛 你个色皮子 高峰笑骂道 悬急看向罗峰 罗峰 我说一句 那个徐欣小丫头 年纪轻轻的就成了那边一楼酒吧经理 这绝非一般人 恐怕有点背景 你得注意点 罗峰点点头 他也有这种感觉 过去在学校中的徐欣普通的很 可是 在那AXA联盟商城一楼酒吧里 徐欣气质都和过去不一样了 如果说过去完全收敛 而现在 则是展露出了一丝光芒 你们说徐欣徐小姐 前面开车的司机警察道 你认识徐欣 罗峰看向他 当然是了 司机笑道 我们天天往商城这边跑 和其他哥们经常聊天 当然知道这位徐欣大小姐 你可别看人家长得算不上绝美 可是 如果谁能娶到他呀 那可真是少奋斗了一辈子呀 高峰面子唯唯一变 难道 他是AXA联盟国内的 十二大家族之一的徐家 对 就是徐家 据说在徐家地位也很高啊 司机点头道 罗峰听了也是大吃一惊 AXA联盟 是美利坚 欧盟等等诸多国家的 超级大家族财团 可以说全世界的 一个个巨头型家族财团 形成的一个联盟 他们操纵着 整个世界竞技 连各个政府军队 都只能和AXA联盟 和平相处 而其中 AXA联盟 除了高高在上的九大家族财团之外 还有数十个次等家族财团 这数十个家族财团 每一个都拥有惊人财富 各位听众朋友 本集播放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